今天要去看的是真真正正堂下正中心 其實堂下是屬於距離深圳非常之近的 如果我們在堂下駕車的情況下 大概也是半小時之內可以到龍華、福田、南山 最遠都是40分鐘可以到龍崗 基本上就是半小時的生活圈 有住宅和公寓都有的 公寓有什麼產品 好像我們現在賣的公寓 就是30平方可以做到兩房 總價只需要45萬個家庭 然後這個首期只需要20萬就可以直接上車 住宅就是8萬元起就可以上會了 我們事不宜遲去看看 這個新廳還有一個露台的空間 還有露台的 超級大的露台 真的很長 是 這個客廳我最喜歡的 路控的 而且廳的闊度也很高 很寬闊 而且帶到一個露台 這邊還有一個露台 看到這間房間真的很大 不會很小 那些燎籠的感覺 不會 你可以看到 放錯一個1米5的床長邊床頭骨 而且是有一個衣櫃的空間 這個廳真的 哇 真的很大 應該差不多有去到3米8左右 有了這個空間 有了這個空間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阿Dee 我是阿May 我和阿May來到東莞南站 我們看到東莞南站 是花香港 非常之方便 40分鐘還可以到 之前想都不要想 現在真的可以實現到 40分鐘到香港西九龍 東莞南站 我們看到這個時間表 40分鐘 可以到香港西九龍 到東莞南站 先出來 東莞南站 票價是1111元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真的非常之方便 今天我們看到這個樓盤 真的是作為同下最中心的地段 最旺的地段 有什麼地方呢 商業配套是超級全面的 是屬於一個超級大的購物網 包圍住的 有什麼購物網 好像我們叫做 萬科的生活廣場 月廣會 兩個 還加起來 即將都會建的一個 82層高的 屬於叫做 屬於 屬於 地鐵口 還有我們其他大型的商業 全部集中在那個地方 我們今天要去看的 這個是屬於 真真正正唐下正中心 其實唐下 大家都知道 它是屬於距離深圳非常之近的 如果我們在唐下 駕車的情況下 大概也是半個小時之內 可以去到龍華 福田 南山 最遠都是40分鐘 可以去到龍江 基本上是和深圳半小時的生活圈 是的 我們今天的樓盤 除了我們現在到東莞南站 怎麼過去呢 可以在前面這裡 可以有個公交站 坐個公交車過去 都非常之近的 或者是我們旁邊 都有網日車的 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 十二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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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到我們屋院樓下這邊 都非常之鬆便的 今天這個樓盤 就是給大家去看的 很多產品 除了有住宅 還有公寓 都是有的 公寓有什麼產品 好像我們現在賣的公寓 就是三十平方可以做到兩房 總價只需要四十五萬就可以的 然後 他的這個首期呢 只需要二十萬就可以直接上車 住宅就是十萬元起就可以上會了 那我們事不宜遲 去看一看 Hello 那現時我就和阿Dee 來到了我們的第二站 是東莞堂下的 這個最旺的商業區 最中心的地方 就是這裡了 那可以看到呢 其實我周圍就超級美 比如說我們的大商場 萬波廣場 對 那裡面是差不多有五萬坊的 這個站地 有四層的 裡面好像華潤萬家那些 一層是行街的地方 是古墓 二層就是買衣服 第三層就是定然 第四層就是吃的地方 那包括這裡下去就是 那些街鋪全部都是有的 那再看回我們後面的這一層呢 那可以看到其實呢 都是水區位 高樓大廈 高樓大廈 很新的地方 基本是全都已經完成了 那可以看到呢 有一個吉的地方 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現在規劃了 東莞的一號支線延長線的 那個地鐵站 是叫做唐夏站 那這條線路的話呢 它是已經規劃了 規劃了之後呢 它這條線是接駁我們深圳的二十二號線的 也就是二十分鐘的時間可以回到深圳 之後的交通就非常之方便 那我們現階段這個位置呢 距離現時的東莞南站 高鐵站也是三公里的位置 嗯 還有呢 地鐵口它上得上層的 所以上面的話呢 會建一個八十二層高的地標的建築 就是我們的寫字樓 寫字樓 公寓是有的 還有我們會有差不多 接近八萬方的大型的商業 全部集中在這裏的 所以說這裏是整個唐夏最中心最旺的地方 而且我看到了 除了一個萬科廣場之外呢 就是這個叫做粵港匯的一個超市 那這個商場也是做一個商場的 那我看到一樓一樓 這邊就有一城市 很得機 那二樓呢 就可以買那些運動的裝備 還有衣服的地方 那三樓就是買電器的地方 京東家電 就是這邊的了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區域 真的商場是超級多的 買東西、吃東西、逛街、看電影 真的一條龍都可以解決得到 而且這裏有扣的地鐵口 看到了 也有非常中心的地點 對吧 那前面呢 都是有街市吃飯的 鋪位下面都是吃東西的地方 對吧 是啊 等於是這裏附近的話 就是 如果你現階段 你坐高鐵過來的話 大概也是四十分鐘左右 香港 直達我們東莞南站 四十分鐘左右 一百一十一元的票價 那我們落了高鐵過來 這裏三公里的時間 那我們今天最最最最重要的 就是推薦靚的地方給大家 那我們現在這個呢 是屬於唐下最中心的地方 我們卓越的這個知名的品牌 就是開發商 在這個地方拿了最美的地點 是建了很好的盤 介紹給大家的 是叫做卓越的神光 神光這個盤 他是這樣的 卓越呢 他九六年到現在 都是差不多三十年了 開發經驗的 而且他在本地 是跟我們這個華塘集團 是一起合作打造的 最旺的區 他開發了是有三個組團 對 譬如說有時光 這個是時光的 時光 再過去一點點 有雲光 這兩個盤 接下來都會買的 等於是一集二集三集 一定要持續關注我們 那我們今天介紹的第一個盤 第一集就是我們卓越的陳剛 這個位置就是陳剛的樓盤 有公寓和住宅 是的 還有他的產品都是比較漂亮的 譬如說公寓 三十個房間可以做到兩房間 五十個房間可以做三房間 兩個廁所 是經典的護理型 還有大平層的 不是叫做大平層 是叫做大平層 沒錯 因為他的食用率很高 一百零四處做到四房間 而且還有六米三的超級大的露台 價錢多少呢 這個價錢真的很便宜 如果三十平方的話 總價就是四十五萬左右就可以上車 兩房 那首期二十多萬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五十方的話 三房兩次那個總價都是八十五萬就可以上車 首期四十三萬就可以了 住宅這個首期都很低 最便宜十萬就可以上車 因為他的積比較多 八十一 九十一 九十一 還有我們的 一百零四 一百零四豪宅的護形 還有最重要的是 他現在的公寓 到底是什麼呢 就是 實用路高 做到兩層複色 然後水 文用的電 最重要的是通天然氣 還有就是 第兩個露台 所以他這個叫做什麼 漂亮的地段 好的開發商 漂亮的這個產品 漂亮的裝修 就是全部都是送給你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段 真的值得大家一起來看看 我們看完我們周圍的這些商業 地段 背套 那現階段呢 就帶大家去看看我們的售流中心 去介紹給大家知道 最清楚的交通 我們的沙盤 還有會帶大家去看看我們的公寓 和住宅的示範單位 好 現在就過去先 Hello 那我和阿Dee 現時來到卓越神風的這個營銷中心 那我們都是先介紹我們卓越這個品牌 對 還有我們交通 還有我們的這個配套 給大家知道 嗯 那卓越呢 可以看到 卓越我們現在這個開發商的這個介紹 這個品牌 超級多的 深圳真的開發了很多的項目 對 開發了很多 那卓越呢 它是1996年就已經開始開發到現在是直見30年的這個開發時間 那現在已經是屬於我們國內23強的這個開發商的這個實力 還有它現在的這個城市已經是40幾個城市都已經有卓越的這個開發的樓盤 還有它的這個開發面積是超過了4500萬的 那可以看看它的這個排名 那我們去年的 它的這個在深圳的這個排名是第四的 如果在我們東莞的話呢 是可以排到第三第四的這個這樣的名次 那它的整體的這個開發實力也是比較強的 非常之強的 那再看看 那卓越 我們現在的屬於位置在哪裡 是東莞的這個堂下位置 是屬於堂下最旺的這個區域 那它的這個交通情況也是非常之方便的 是 那我們先看看 那現在可以看到上面就是我們卓越 它是有三個盤的 有塵缸、雲缸和時缸 是三個項目連起來一起建的 那我們先說回它的交通情況 如果現時我們香港朋友回來的話 可以選擇坐高鐵 直接在我們香港西九龍直接可以搭高鐵 回到我們現在的東莞立閘 那我們這個全程大概是40分鐘左右 票價是110元的 可以看回 我們現在看回淨了天天的票 那是8點到8點46分 全程是40分鐘 票價是111元 就可以到我們叫做 東莞南站 高鐵站 那東莞南站回到我們屋苑 也是3公里的距離 就非常之近的了 3公里我們打布施就大概是10分鐘左右 票價都是十幾元而已 非常之方便的 那第二呢 都是我們的地鐵 那其實東莞一號線 它這條線 一號線已經在建 明年就會通的了 那這裡有一條叫一號支線的 那這條是延長線 在這個唐下 是有一個規劃的距離 我們號碼也是300到500米的距離 走路也是幾分鐘的時間 那它這條一號支線呢 是連接我們深圳的22號線 之後可以直接搭地鐵回到福田這個地區 所以它全程不需要轉成 非常之方便 那除了我們現時的高鐵和地鐵之外 再看看我們這個陳剛周圍的商業配套 都是非常之旺的 首先它自己的樓下是有三個區 它都是自帶有商業的 那我們過來也是500米左右 我們現時萬科的生活廣場 粵港匯這些商業 還有我們正對面的這個執街市 還有我們周圍的這些超市 天紅全部都是有齊的 基本上就可以給到你一公里之內 可以給到你十萬方的這個商業 是給到大家的 那除了這個商業 還有我們街市之外 再看看周圍的那些醫療方面 在這個位置有個三甲醫院 還有在這裡我們有個唐下的人民醫院 都是屬於三甲醫院的 那這個醫院過來也是十分鐘左右的距離就可以了 那再看看周圍玩的 三百米有個叫唐下的公園 叫做官公公園 還有我們有個唐坑的這個水庫 那這個水庫是比較圓生態的 周圍都是很多別墅沿著這個水庫來建的 價錢也很怪 差不多四萬多 四五萬元左右 還有一陣子我們去看示範單位 也都可能會看到這個景觀的 非常之美 那再前一點也有一個屬於我們這個大的水庫 然後過來大概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 可以來到大屏障的這個森林公園 這個森林公園屬於5A級的 可以去那邊逛山去那邊玩 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上面的水庫是否可以浸溫泉的 是 這裡屬於一個叫溫泉酒店 所以在這邊還可以浸溫泉 幾乎可以享受到水、溫泉、爬山、商業 喜歡打高爾夫的去打高爾夫 十幾分鐘 十幾分鐘 總體的這個區域就是比較靠深圳 我們看到四十分鐘就可以到農華區 福田區都非常之方便 是 整個交通就是比較集中 等於是唐下深圳和唐下兩個交界柱 再看看我們的沙盤 這個沙盤真的做得很大 是否幫唐下整個區域都做了 這個真的厲害了 我們先看看沙盤 現時我們售樓中心在這個地方 是臨時搭建的 我們看到了 這個就是我們雲崗 還有我們這個時光雲崗 在這裡 兩個區域 這個就是我們的陳剛 今天要推薦給大家的 因為這個盤真的太大 今天介紹完陳剛之外 之後我們也會持續更新我們的雲崗和時光的產品 一定要持續關注我們的 我們現在介紹陳剛的地理位置 總共有七棟 一棟是我們的公寓 這個公寓就是二十一層高 它在賣積有三十個方可以做到兩房 五十方可以做到三房兩個廁所 一會兒帶大家去看看我們的示範單位 我們小區裡面還有六座是屬於住宅區 有兩種感覺 這些矮是屬於小高層 它在賣積有104方可以做到大四房 然後是板樓設計 是藍不對樓的 還有屬於豪宅的標配 是一粒兩伙的設計 高層的這個是屬於九十一和八十一 兩個感覺是做到三房的設計 整個小區是屬於圍合式的 所以它是藍不對樓 左右都是沒有任何遮擋景觀 都很漂亮的 小區裡面還有泳池 健身房設施 我們的草坪 我們的草坪 兒童區 對,兒童區都是比較多的 我們往往前走一點 大概也都是500米左右 這裡屬於我們唐下的地鐵口 現在屬於規劃中的 還有我們這裡是萬科的生活廣場 粵港匯,所有商要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前面就是唐坑的水库,也可以看到的 还有我们的公园,就是关江公园 所以整体的三款介绍就到这里了 我们现时先去示范单位,让大家看看第一视角 Hello 我和阿Dee现在来到这个示范单位 刚才和沙半和大家说了,我们陈刚是有公寓,有住宅 现在带大家看的是公寓 因为公寓是周末的阶段,样板没有做在实体楼 就在我们售楼处旁边,是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做给大家 我们还有住宅的产品,看完公寓还会有住宅 不用心急,慢慢看下去 我们先看公寓的第一个积,就是30个方 然后它是可以做到两房的设计 都是送完装修给大家 这个楼也是属于我们之后的交流标准 它是属于比较浅的颜色 就是到时放一些欧式的家具就漂亮了 指纹的密码锁 再进来看看我们厕所的位置 厕所,其实我们看到厕所的空间也不会算小 这边是做一个浅浴室的空间 好奇需要自己做一个隔断锅,隔断推拉门 我们看到这里也是属于交房标准 这个左边就是做一个圆空式的座椅 记住这里有飘桌 这个飘桌也是做的 也是有的 这里属于我们洗手盆的一个交房标准 看这个交房标准质素OK的 在这里吗? 随约的品费真的不会差的 我们一起去看看 例如这一家 嗨,你出来了 我已经喝了咖啡等你了 对了 这里有客厅的空间 我们看到非常开阔 又不会窄窄的 小小的 我们看到左边这个空间 是做一个櫃体 这里可以放一些小小的 櫃放一些雜物或者零食 可以 拿东西就可以了 就方便了 这个空间其实公寓30个方 可以做到3元的幅度都很少见 是的 这个空间也是比较好的 你觉不觉得 那个 我们之前是拍过 之前我和阿迪都有拍过类似的 如果有关注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说 这个地方 其实可以做到的就是我们的餐厅的位置 这里是做了一个柜 其实建议这个柜可以做到这个位置 因为做这个位置 中间有个空间可以放电视 上面可以处物的 这里可以放个食饭桌 过来这边就是属于我们的厨房 这个厨房的话就不算是大的 是公寓的这个感觉 不过它也是属于名窗的 名窗的这个设计 还有就是跟大家说一声 公寓它是可以做到 是民用的水民用的电众 通过燃气的 这个还是有露台的 哇 这个露台也是送一半的 很少公寓是有露台的 所以这个地方到时可以自己再放三户 或者你可以直接封窗 做这个空间也是没问题的 再看看一楼就是我们的这个空间 就是我们的餐厅、客厅和露台 我们现在上去看看二楼的房间是怎样 哇 左边 左边 左右一斤 真是 如果我跟你吵吵吵架 你去那里睡吧 我现在倒了是第一间房 这个房间比较大 是主要房 我见分了 就放了一个1米5的大床 两边是做一个床头柜 这里也是属于交付标准 这里也是有的 还有地面是做一个木板的质素 还有地角线也是做的 OK 那我们看这边是大窗 对吧 嗯 再看第二间房 Hello 这里是第二间房 其实它的设计很漂亮 这个地方是属于中空的地方 挑高的 所以厅非常大气 不会压迫的 两边两间房 两间房 都是很大的窗 所以通风效果也是很好的 进来这个空间 就可以看看 其实也可以做到米2床 这个是米2床 其实我们正常 如果你放到米半床 都没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凹位 可以做到衣柜的 这个储物空间 等于它两间 三十个平方 可以做到两房的话 这个设计就比较少见了 它这个空间 全部可以做衣柜 做我们的储物柜 都是没问题的 三十个房 做到这么大的两房 这么大的空间 也是民用的水 民用的电 还是我们带这个厕所的 也就是属于一个通延器的 看这套的价钱 是多少钱的 如果是三十平方的话 它的总价只需要四十五万左右 还有还可以贴款 如果你贴款的话 给一半23万 如果你供的话 就是二千三百元 二千三 二千三 这个地段很好 周围的写字楼也很多 如果是租的话 都可以租到千八、千九 千八九 因为这个地段是很忙的 是吗? 商业都非常多 是的 看完三十个房 还有第二个职 就是会大一点的 设计也比较美 五十个房 可以做到三房 两个厕所 我们现在看看 一样进来之后 就是交付标准的门 这边就是 这个是不是交付标准? 嗯 交付标准的话 一般是没有的 是吗? 这个都是属于交付标准 就是装修标准 看到 这个厨房更大一点 看到做L路形设计 这里带一个露台位的 这边也属于交付标准 这个厨房空间 可以的 是吗? 看一下这个餐厅位 这个餐厅位 还带一个露台的空间 有露台的 对 超级大 露台真的很长 是 看到没有? 这个露台真的很大 即是空间 即是长度 即是很长 50个方的 他又单独一个餐桌 放了一个四阵位的空间 这边 还有这个 这个客厅 我最喜欢的 是吗? 露空的 而且这个厅厅的闊度 都很高 很阔 而且带一个露台 这边还有一个露台 这个露台是否做 不是 我以为是L路形设计 其实他看出景观 就是 左边 前边 右边 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是吗? 如果 这间是房间 我现在看一看 雷龙是怎样 下面做到 厨房 客厅 餐厅 厕所 都是有的 还有一间房 现在是解分厕所位 这个厨房 就是 那些军室分区 是全部有的 到时的话 就自己做个玻璃堂门 这个地方自己做个堂门 都不用担心麻烦的 可以找我们起家 可以帮你们全部搞定 那这些都是有的 我们属于交流标准来的 再看看我们房间的设计 下面就是有房的了 我看到这间房 真的很大 不会很小 那些 那些 叫做什么 撩拢的感觉 不会 大家可以看到 放了一个1米5的墙 两边的床头 而且是 有一个衣柜的空间 那这里 看出去 看出去 这里也是有个露台的 看出去和廉洁 是听的露台在一起的 那我现在在上面看看 两房 上面还有两个房间 是怎样做到的 是吧? 哇 上面还有厕所 是 两个厕所 我没想到是两个厕所 我以为是一个厕所的 我们看到这里是一个厕所的位 空间都不会晒的 能源室 鎖匙 洗手盆都是有 真的有封别 不会想着 上面解决问题的时候 都要下六楼 下六楼去解决 是吧? 看回第二间房 楼下一间 这里是第二间的了 那这张是正常的床 所以要做一些特特米 什么设计 正常的 咪半床 咪半床 都可以放到 或者你可以再做个大大 这里可以做一堆的衣柜 都没问题 但是呢 它里面是有个空间的 这里是可以给我们自己做个草物柜 就是可以做 放被子 那些后衫裤 放这里就可以了 是 再看回第三间房 第三间房 其实三间房都不会厚实 都是很大的一个空间 我看到 放到一米五的墙 一边是床头柜 一边是床头柜 这边是做一个梳妆台 或者是书台 都是没问题的 三个房真的做得超级大的了 我看到上面是做到两个房间 一个厕所 下面就是客厅 餐厅 还有厕所 还有一间房 还有三房 而且这个五十平方是做到两面的露台 是不是 这个设计很贵 不知道这个房子 这么多人买 五十个房做到三房 而且是抵露台的一个设计 是啊 那看回这套的价格 如果是五十平方的话 总价值需要八十五万 就OK 那也是看回楼层 如果你高一点 就贵一点 那也很划算的 那如果是首期呢 就是四十三万就可以上车 那如果是月供的话 就是四千四百元 那如果这个租的话 都可以租到二千五到二千八的租金 是的 所以到时都几乎可以去做到 就是叫做月供 就是月租可以带到月供的 那也是没问题的 是的 那两个公寓都各有特色 那有小一点的 也有大一点的 那都是送了装修给大家 那我们起家都是送了电器给你们的 就是叫做比较省时 省时省力 那看完这两个公寓的话 再带大家去看看 我们的住宅 豪宅 是的 还有给大家看看 我们现在的内缘景 和我们的卓月交流标准的质素 那我们现在就去住宅那边看看 哈啰 那我和阿迪现在来到了我们的住宅 那刚才带大家看完我们的公寓 那我们这边都有住宅卖的 那它的租就有81,91和104 那现在我们看的第一个租就是最靓的豪宅 它是属于一升两伙的 所以这个设计就是豪宅中的豪宅 还有板楼设计是完全全部向正南 南北对楼的 这个104可以做到大四房的设计 那我们现在进去看看 先看个格局先 那又来之后呢 又见回了厨房位 那它左边是第一间房 做到南北通透对楼的 哇 看到没 六尾三是超大的露台 真的一百零多房做到大露台 真的不会没见过 那又来之后呢 是第二间房 第三间房 第四间房 两个厕所 那我们现在去看看 内容的架构是怎样的 那又来之后呢 我见回了这个 就是交房标准 那这个铁铁铁 也是四下米的交付标准 密码铁铁卡 都是有的 那我现在去看看 第一版房先 那又来之后呢 我见回了 哇 这个空间 真的超级大 104个房 岳父花眼都做到这么大 放到一个 一尾八大床 都没有问题 这个空间 我现在等会看到 这个超大的露台 OK 那我现在去看看 这个是 是不是这个面 超长的铁柜 这个铁柜 这个铁柜是有的 到时我们交楼 是做好给它 是的 因为其实卓越的 这个开发箱大品牌 它的交流标准的 细节是比较漂亮的 是的 这个铁柜 如果你自己做回 都要几千元 这个铁柜 是送给你们的 是做好的 空间都非常开阔的 我们见回了 收留空间很大 是的 那我们再看看厨房位 哇 这个厨房 真是超级大 是的 三四个人煮饭 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见回做到 L露营的设计 那这个铁柜 真是梦花圆 切彩得很开心 是吧 所以厨房 真的適合阿Di介绍 因为她很厉害煮菜 哪有的 如果大家想试一试 可以叫阿Di煮饭 我们见回这个厨房 都是交房标准 这个是双心盘 见回这个厨柜 还有路头 和抽油烟机 都是交房标准 而且是楼板方体的一个品牌 下面是做一个消毒碗柜 都是交房标准 其实我们见回这个质售 真的可以 这些都是交房标准 这个是放一些碗 碗 还有那些碟柜柜的东西 放在这里 这个空间 一百零几个方法 可以放到 相开门的雪柜柜 消毒的 完全没问题 这个厨房超nice 我喜欢 我们看到这个餐桌 这个餐桌 我见回去摆个圆桌 六人位 都是没问题 很大 很大空间 这个空间 都可以做一个酒柜 还有这个 这个设计真的可以 平时放一些咖啡机 或者放些什么 放在这里 都完全是没问题 这个不是交房标准 和我们先讲一下 等于它是类似中西合璧 可以做一些熟悉的东西 好像这样做 也不影响光线 现在我们是三楼 可以看到楼层的景观 和内缘真的很漂亮 所以如果中越内缘景 低层就真的很硬 这个空间 我真的看 这个厨房真的 哇 真的很大 这个厨房应该差不多有 三米八左右 这个空间 差不多三米八的空间 哇 这个是经典 这个露台 这个露台 真的 打那个叫做什么 高尔夫也是没问题 原来是不是 是不是这么大 这个露台 你做什么都可以 健身区 和小朋友玩的区位 或者是 喜欢打高尔夫 高尔夫 这个超大的露台 两米的幅度 六米三的长度 真的超大 我没见过一百多平方 可以做到这么大的露台 是吧 一百零四方 是的 这个送一半 差不多十二个方 六个方是送的 好像这样 这里做一个 就是死鸡的台面 死手牌 或者 上面有空 做不到那些雕龟 都是没问题 其实内缘的空间 都非常大的 都是够大的 但是我们再看 这个是潮备的 阿美 它现在 下面我们的景观 是看着泳池的 它这个在向 都是超级漂亮的 是正南的 正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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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香 东南景 所以它是完全没有遮挡 望泳池 这里就是我们的出口 所以它的这个悠行空间 和室内的空间 就是舒服的 内缘的空间 如果高一点 景观更漂亮 13楼 都是看自己 就是想买低层的望来源 想买高层望远景 都是ok的 望远一点都ok 是的 我们来到第一个厕所 这个厕所 是做到了干湿分区的 它的这个浪浴区 全部都是有齐的 它这个干湿分区的玻璃 都是做了三线门的 所以它这个空间 就会大一点 和会舒服一点 我们的坐姿 和我们的镜柜 这些全部都是做好的 内边的收纳空间 真的很大 我们平时不经常用牙膏 牙柴那些 它所有的柜 它很细节 就是做了一些防水滤幕 就是防 就是不容易坏的 那些柜面 那再看回我们 外面的房间的设计 是的 那我们现在到座 是第二间房 那这间房 我看到它其实是利用了飘窗位的 这里做到一个1米2 1米2的床 如果可以空间 完全可以做到1米5 都是没问题的 那我看到这条交付标准 是一个复合木地板 这个质素真的OK 摸上去都非常之不错 而且我看到它们的开关面板 它的质素都磨砂甲 它叫做什么 它的感觉叫做磨 它就是肤感 摸着很舒服 那这个空间 其实我完全可以摆个梳妆堤 或者是这个做一个衣柜 都OK的 嗯 再看回我们第三间房 正对面 那它这里也是做了一个 正常摆到1米5的大床 因为它的这个实用率 可以达到95%左右 所以它每一间房间都很大 1米5床 这里做超级大的 你想做衣柜 其实做一个L型的衣柜 都可以完全没问题 或者摆1米8的床 这个板楼设计 就是做到的 蓝不对楼 户户有景 你说前面 后面 都是的 那我们交楼的话 我们全部都是复合的地板 所以它是比较耐用的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房间的门也很高 因为我正常的门 2米2米上边是有加钱的 正常如果做的话 它现在做到这么高的门 很大气 它现在做到这么高 很大气 你叫大门 这个房间门 我们进来就是主人房 套房 现在我们锁上单位 都是看完景 所以看完景非常舒服 飘窗外也是存送的 这里是放了1米5的床 完全放1米8都有空间 现在再看一下套廁 这个做回L露营设计的衣柜 其实我们洗澡 拿衣服都非常方便 再看一下 这个套房的空间 临浴室和客厅的厕所 是差不多大的 临浴室、座廁、洗手盘 这些都是交房标准 我们看到真的质素OK的 这里都是交付标准 还是很贴心的做回这个交付标准 也有两把都是属于交付标准 嗯 这里才是104方做到 四房两天两次的 这个价钱 阿美来啦 可能大家都很心急 这么漂亮的職 这么漂亮的间局 这么漂亮的装修 这么漂亮的标准 看回104的话 它的总价就是236万的 那也是似乎的流程 比较高一点就贵一点 如果首期 因为它现在是有些活动的 就是首期都很低的 只需要给24万就可以上车 首期24万 然后月供的话 30年就是9578元 就是9000多元的月供 20多元就可以上车 是的 所以就真的很划算 因为它是包装修的 包装修 那时候我们自己再装一些柜 买一些床 是的 因为我们现在有电器送给大家 就等于是 就不用什么成本就可以注入 不用等到对面就是加剧城 买加剧都非常方便的 是的 那看完我们这个104的 现在我们再带大家去看看 是的 看其他职 是的 剩下两个职 我们现在过去 好了 今天到了第二个职 给大家看看 91个封组 是三房两厅 两厅 从这里进来 又是厨房位 餐厅客厅 露台区间 三米四 进来之后 我们看到一房两房三房两个厕所 我们现在看看 厨房是怎样格局 进来之后 我们看到 一油胶腹 叫做一面的 叫做 大面的鞋柜 目前我看到这么多 这个鞋柜是做得超级大的 是吧 如果再喜欢 这里再做一辣过来的 超级大的酒柜 可以做储物柜 这个空间就非常大的 好 我们再看看厨房位 这个厨房位 这个厨房位 做一个L路形的设计 这边 也可以放一个冰箱位 下面 也是我看到的 交房标准的 好 再看看 餐厅位是怎样的 先看看 我们现在这个 都是属于真真正正的交流标准 就是任何东西都没有放到的 我们的场面 雨胶漆 上面我们的吊顶 下双眼皮 下双眼皮 设计都可以的 还有我们这些砖子 全部都做好了 是有些光亮色的 还有我们这些踢脚线 都是做好了 是铝合金的 所以它是比较耐用 比较好一点的 整个这个餐厅 就是客厅的位置 那餐厅客厅 是一样三米四的 所以它整个会比较大气 还有整个厅厅是很长的 很舒服的 我们看到这个梳法 看出去的景色都非常开阔的 哇 这个老腿不至少有咪 最初有咪 很宽 这个老腿是比较阔的 很大 很阔 它的老腿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大的呢 不是 超级大 超级长 是啊 现在看回对面的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给大家看的这个公寓 就是刚才示范養品房的 这一栋就是实体了 下面的这一栋和后面的两栋就是104的四房间局 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家具城 这个位置 不用担担家具的问题 这个前面也是我们的商业 这个空间之后就是属于我们的 那些都是属于我们之后的构举其中之一 就是我们之后都会建设 那些住宅或者工业之类的商业 给大家查一下这个朝向 这个朝向是朝东南方向的 嗯 它景观很阔 所以很开阔很开阔 是吧 OK 那我们来看看雷龙的一个格格是怎么样 其实我看到这里厕所门也做得很高 对吧 一样的这个空间 那这个厕所也是完全是够用的 那这个座切 洗手盆 都是交房标准 现在来看看 第一间房 那里面是属于第一间房的设计 我整个的交流标准就是白色的鱼胶 这个灯是属于吸顶灯来的 那些我们的房间全部都是属于复合的地板 它是一色的 所以颜色看来就不会觉得特别的不合群 完全不会 嗯 那我们现在到了第二间房了 那这间房我看到 它可以放到1.5米的床都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窗就可能小了一点 但是 不过没有问题 因为它的光线也很慢的 不会暗的 那这里是放了一个 这个梳妆台 衣柜 也是有空间的 那现在到了主阳套房了 看看这个厕所是怎么样 那样的 那样的浪浴室 这里有一个窗 放在这里 那左侧 洗手盆 也是有的 那我现在看看 雷笼的房间格局 那我看到这里是可以放到一个1米大床都没有问题的 飘窗或是传送的嘛 两边做回床头柜 这里还有空间 做超大的衣柜这里 那我看这个景观 这个景观都是朝东南方向的 是两间房 包括厅都是朝东南 那往远连的景色 都非常之不错 那这个是九十几个房 做到三房两厅两次的 咩 看看这个价钱是多少 那我们再看我们这个价钱 现在如果是九十一个房的话 我们的总价 只需要一百九十一万的总价 那都是看回流程 如果是流程高一点的总价都会高一点的 那首期现在都是有活动 就是一成左右 就是十五万就可以搞定 然后月工的话就是七千九百元 然后我们上车 再订阅三房 这个这么美的景观 那我们再看看最后一个价格 看看现在八十一个 也是做到三房 看看如何设计 做到三房 看看八十一个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 格局是怎么样的 那从这里进来 就是厨房位 餐厅 客厅 露台 都是一用三米四的 那厨房呢 是一房两房 看到是三房 一个厕所 那我们先来看看 那一用来之后 一用的交付标准 都是大面的一个鞋柜 那左边就是厨房位 那这个厨房呢 也是做了一个L型的 我们所有的柜 油烟机 煤气炉 那些柜全部都是做好 那是属于两个升盘的感觉 那这个都是交流标准 再看看外面我们的间谷 这就是餐厅的位置 其实和那个九十一个平方 可能是小了一点 其实感觉都差不多的 那因为那个厅 都是三米四的 各个开间 一样梳法 看出去 这个景观真的超级开 完全没有遮挡的 那我们再看看 这个是朝什么方向 我们是去望南的 是的 西南方向 也是朝南边的 那我们前面那边就是 曼科广场 大家看到非常之近 这个两大超大的商品牧 两个超大的商品牧 就是这里 曼科广场就是这边 其实我们过去都非常之近 对面这个位置 因为刚才在沙盘跟大家介绍了 卓越有三个盘 我们现在看的是陈江 对面的那两个就是我们的时江和云江 也是我们的 未来我们都一一会更新给大家 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 这里都会看湖景 对 这个是水库 旁边是别墅区 这个是别墅区 旁边有一个超大的水库 如果钓鱼 很喜欢钓鱼 去那里钓鱼也可以 对 旁边的空间 四万多到五万元 四万多 那差别有点大 那我们看看这个是厕所 它是做了分段式的 我们看看林浴室这个空间 我看到没有 这个空间是够用的 这里是座廁 平时如果是刷牙洗面 就不会干油 就不会干油 就是干油 接下来第一间房 那这间房 其实它是不会洗的 也都我们正常 如果你放米2的床 加上我们的飘窗 米半床 它完全没有问题 都是有足够的空间 可以做回衣柜的 它的景色 前面也是看着我们的别墅区 和水库的 它的海工真的很棒 哇 所以它就是叫做 有山有水 就是地段好 那现在我到了第二间房 这间房子是比较长一点的 如果做回 可能靠着飘窗位 利用空间会比较舒服一点 这个梳妆体 有空间放着衣柜 那我们看到 看出去的景色 这里看出去都非常开阳 看到广场那边 是吧 那我们现在去看看 主人房这些空间是怎样 先看看 主人房比刚才的两个空间更大 这里完全可以 一米五的大床 都没有问题 一米八都可以的 两边做回床头柜 这里有空间做回衣柜 也可以的 这里的飘窗 都是全震宋的 我们来看看 看出去的景色 一样这么开容 前面就是广场那边 所以高楼屯看出去的景色 真的很舒服 没有什么东西 那我们也看回 现在八十一的这个价钱 八十一个房子的话 现在的总价 只需要一百六十六万就可以上车 总价一百六十六万 那如果是首期的话 亦都是十万元就可以了 十万元 没错 那如果你是贷款一百零 一百五十六万的话 如果月供和大家看看 一百五十六万 月供的话就是七千元 月供七千元就可以搞定了 总体来说 这个地段就包括高铁 包括之后的地铁口 周围的大型商业 学校 医疗配套 还有5A级的旅游景点 所以这个地段就非常之美 而且卓月的品质是真的很好 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收落标准之外 现在因为样米已经看完了 我和阿迪就带大家一起去楼下 看一看我们小区的来源 和我们大堂的日户大堂的感觉 看看我们的品质是如何的 那我们现在下楼下 一会见 Hello 那我们现时就在我们一楼的大堂 这个就是属于小户型 就是小户型的实体景观 可以看回这个大堂 大堂也是很高的 6米多的这个高度 所以就看来就很大气 那之后我们业主也是可以人面识别 拍卡或者密码开门 都是哎呦 不好意思我不是业主 所以报警就拉我了 电单这里有很多车拍到这里 电单车是不可以进我们室内的 所以全部是放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回下雨 我们先下雨 先下雨 先下雨 左边就是儿童区 那个叫做护梨 这个是什么 护梨 不是护梨 这个有区位 我们再看看 周围的这些花园 其实这个绿法做得很好 其实那些绿法漂亮的话 它的护养梨子是比较多 所以它的这个呼吸物就舒服 新鲜空气 新鲜空气 除了下雨 其他就没问题 而且它这个住宅就是比较综合型的 就是有公寓 有大积的 还有有中间积的 所以很多人都可以选择到 其实我看到这个中间是一个活动空间 叫600平方的一个草池 左边我看到 我们在1804那个方 是从这里 说这部电梯上边上去的 这个电梯也很特别 观光的感觉 这些是属于我们空中空地玩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比较特别 因为有时候下雨 大家又上出来玩 所以特意做了一个 几乎凉亭的感觉 就是又可以遮风挡雨 然后又可以不影响大家下雨的时候在这里玩 而且其实它每一栋楼下 都是有足够的空间 到时我们可以在楼下边坐下散步 或者带小蚊子来楼下玩 都是方便的 我看到我们外面小高城 那只高城都是有的 就是小高城左边那些 就是104个方 大露台的一个 做到4房的格格 其他比较高的动数那些 就是小高 叫做小小的面积 91到90亿平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个泳池 泳池 这个泳池差不多有700个平方 分成成形区和儿童区 我们现在出去就是大门这边了 出去就是可以走出去商场 去那些地方 还有这个 这个真的漂亮 这个很特别 这个是做下程式的一个花园 其实这些后期是做一个健身会所的 如果喜欢健身的人就在这里 是吧 还有呢 它是一个叫托儿中心 就是顾及到如果 之后有些业主的小蚊子 需要 就是没有时间要上班 没有时间就可以放这里 有安全 那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这个小鸡的大堂 非常之大气 看到翠儿其实这个虚发作 就是做到品质 就是跟我们大门或者其他地方 可以感受到 这个楼盘真的做得非常之不错的 那我们看到 这个现在出来就是大门这些 是吧 大门口 这里大路叫做延兵大道 是 那这个大道是比较 一个龟链跟深圳的主间道 差不多叫做深蓝大道 是吧 深蓝大道 它整个周围好像我们的商业 就是楼底下自己也是有商铺 是的 那我们对面那些建材城啊 麦当当啊 我们的电器城啊 是全部都有 所以它的这个就真的非常之方便了 是的 那看完我们整体的介绍呢 现在我们就回溯罗处做个小小总结先 哈啰 那又到了我们一集一次的总结环节了 那都说回我们的缺点和优点 那每个楼盘都一定会有的 那我先说一下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卖的单位呢 是属于靠近主管道的 就是前后也是 就是会有小小吵 不过其实也不要紧的 因为我们的公寓产品呢 是全部都有双层的隔音玻璃 所以它的隔音效果都是非常之靓的 还有呢 其实迎兵带到主管道呢 最好就是方便 嗯 我们去东南西北哪里都好 就是去高竹 去到其他地方的城市 都是非常之方便的 很近的 是的 那好像都没有了 没有了 又是燃楼 什么都漂亮了 你说回优点 优点 那我刚才说了 真是燃兵帝道这条路呢 去到哪里都很方便 去到深圳呢 只需要半个小时 去到深圳 罗湖 福田 龙华区 都是半个小时 去解决得到 那地点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其实深圳 罗湖福田的价位是多少 这里的价位是多少 嗯 大家都想想都知道了 而且打的士 可能50元左右 就可以回到罗湖口岸那边 非常之方便 那第二条路线呢 这里扣着高铁站 是非常之近的 那我们从香港西九龙呢 40分钟 就可以来到我们东莞南站这边 真是超级方便 那南站到这边 欧远楼下 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 就可以了 是的 这个距离 我觉得是真的 香港过路 东莞同夏这边的中心区位 嗯 就非常之方便了 那我们的屋苑南下周边呢 商业都非常之奇全的 嗯 那两大购物馆 是不是一公里份历内之内呢 就是两大购物馆 嗯 就叫做万科广场 是吧 就是周边商会 是粤港会 嗯 都是隔离 可以解决到 逛街啊 吃东西啊 买衣服啊 现在大陆消费又便宜点 哈哈哈哈 还有周边呢 都非常之多玩的地方 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 叫做打高尔夫 是 差不多是1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的 或者是浸一下温泉 嗯 嗯 那个叫做 大中 大中 大中水浮 又可以浸温泉了 都是差不多十多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的了 所以周边 很多爬山啊 或者浸温泉 或者是大高尔夫 这个区域真的是很中心的了 嗯 还有呢 其实我们的几个单位呢 有公寓啦 有住宅啦 就看大家 只会看大家 喜欢什么格局啦 那公寓啦 大家知道 30平方做到是 两房啦 50平方做到是三房 而且是两个厕所的 其实这个实用率都可以的 还有 还有就是 它是民用水 民用电 还是 空烟气 那住宅这边呢 就有三个职啦 80亿的 和90亿 一次和两次 还有104 做到是四房 大平层那些 一梯两伙的 其实这个实用率真的超级高 而且这个首期都很低啊 多少啊 首期如果住宅呢 最低 10万元就可以上车 对了 10万元就可以上车 这个首期 小意思啦 是不是 都可以给到的 所以这个综合力看 又旺啦 地段又好 而且又扣住深圳啦 而且扣住南站 我觉得是非常之不错的一个楼盘 嗯 那好像都差不多啦 那最紧要呢 都是看大家 如果对我们这个楼盘有兴趣的话 那就实体过来这边看啦 那我们视频上方就有两个码的 可以WhatsApp我们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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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可以直接点开我们评论区里面有个链接 直至顶级进去呢 就可以联络我们啦 嗯 那我们起家呢 就是每天都有团出的 我们的车呢 就排在关口的 那如果有兴趣的 就可以联络我们的 嗯 那我们现在呢 包折包送 包买餐 不收任何的看楼费的 是的 那如果有兴趣就联络我们啦 嗯 那我们今天期的视频就介绍得差不多啦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